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他的执政他认为是有帮助的 去中就可以扩大台独的基础 在日常生活每天的24小时里面 从教科书到报纸到你耳朵听的电视看的 所有一切的东西越来跟中国的连结越少 越来越让大家不知道忘记了 遗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他认为这样子的话呢 民进党就可以永久执政了 如果台湾人都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 那怎么会投给中国国民党呢 我躺着就会当选啊 这就是你每天打开新闻 都会每一天都有一个去中的新闻的真正的原因 对于执政没有帮助的事情 民进党是绝对不会做的 但他执政真的有帮助吗 老百姓真的可以呼隆吗 你可以呼隆一天两天 可以呼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吗 你可以呼隆全世界的华人吗 华人全部都为了台湾要搞罗马拼音 然后三要废中文姓名这件事情给激怒了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董哥董志森 大家晚安 立法委员赖世保 是 大家晚安 中国时报社长王峰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事先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张有化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唐慧琳 大家晚安 罗马拼音呢 这个事情这个遗害 然后起心动念又是什么呢 我们一层一层的帮您拨开 这个将来会让整个台湾分崩离析 可是呢 现在还有一些轻巧的去中可以做的 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要求表现 连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过去的政论节目主持人 台独名嘴谢志伟 他现在呢 竟然很委屈的代表了中华民国 作为中华民国驻德代表 结果呢 就在我们106年的国庆 在德国办了一个国庆酒会 这不是他好心呢 这是作为驻德代表 他必须要办了国庆酒会 最重要的一个外交工作 结果呢 你看到这个 你看到这个 庆祝中华民国106年国庆酒会 下面是德文 从头到尾 你翻过来 翻过去 你看不到中华民国 看不到台湾 然后这个德文 如果把它翻成中文 叫做 庆祝一个民主实体的106岁生日 我理你 那如果说 那以前是不是我们台湾跟德国 没有邦交啊 那是不是中华民国没有邦交 那就很委屈的 只好讲民主实体呢 没有啊 以前马英九政府在德国国庆的酒会的时候啊 我们的国庆酒会是这样啊 你看 这个虽然是德文 你也看得出来 这叫National啊 然后 这个叫Republic of China 虽然跟英文的拼法不一样 但你看得懂 他就在讲中华民国 国庆 国家 国家日 就是国庆日 就国家的生日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过去马英九时代 我们在德国的国庆酒会可以写这样 为什么他现在写成民主实体 为什么 那请问你民主实体的位阶是高于中华民国的位阶吗 民主实体是一个政体 那中华民国是一个国民 所以那我觉得谢志伟 他大概 他想表达的 他不能讲台独 他也不能讲中华民国 然后到了最后 只好 弄一个不伦不类的 所谓的民主实体 说过106岁的生日 那事实上 这个就是凸显了一个很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说 民进党内部也有些人 并不反对 反对赖清德跟蔡英文讲 到中华民国借壳上市说 才有这种现象出现 委员 这是我们的国家的助德代表 然后他不承认中华民国 再可以挂中华民国的地方 他故意挂一个民主实体 这种人 政府就应该把他召回来啊 还让他领我们一个月 领这么多钱的薪水 丧权辱国到这样子 你讲的是正常的体制是这样子 正常的总统是这样子 战场的行政院长 看到这样子的话 一定把他调回来了 现在来讲这个总统 他本来就觉得说 哦 哦 赞耶 赞哦 你讲到我的心砍处啊 对不对 上面庆祝中华民国106年 这个没办法 破云无奈 只好这样挂 所以就搞个小动作 你看他吃定了国人 不会注意那个德文 一般来讲 我们大部分看英文的也不会看德文啦 结果没想到国民党的 黄子哲要把它弄出来了 黄子哲要弄出来 洋政府今天咨询的时候 就把它丢出来 这个是很丢脸 真的是很丢脸 虽然说我们跟德国 没一个政治的外交关系 可是实质关系有啊 对不对 他领的是中华民国 国家叫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他领的是中华民国的薪水 而且待遇听说非常高 四五十万 每个月四五十万这么高的薪水 这么高的薪水 然后呢 这个很清楚就是把这个国家干掉了嘛 没有国家 民主是什么 好像是 好像是 说起来 有点类似流亡政府一样 如果这样讲的话 对不对 那这个事实上 他底下那句话是符合所有 民进党人士 台独人士心里想的 所以 如果他 你问他的话 他一定说 这样刚刚好年而已 这样刚好年而已 他就叫这个 他就应该领薪水 跟那个民主实体去领薪水 对 可是他上面挂 他上面挂中华民国啊 你看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脸就是说 他要跟上面这个中华民国领薪水 他心里爱的是这个民主实体 对 所以就是 叫我回来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咨询的时候 双十姐的前夕 我问了赖清德 我说 面临国家的庆典 双十姐 你快乐吗 他就一脸这样苦花脸 你知道吗 我说当然不快乐啊 我说我不是因为你说是 政党轮替 我不快乐 我当然不快乐 因为你心里想的中华民国 不是这个 他是中华民国 驻德国的大使 他过去那种 很离谱的作为 李大为完全治不了他嘛 完全管不了他 那我要讲 谢志伟呢 是台独的偷鸡摸狗工作者 你有本事 你把中华民国 你中文的中华民国都拿掉 你就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民主实体的106岁生日 你在这边偷天换日 就是说你今天 你在海外举行 这个国庆的酒会 事实上就是要让更多的 外国的朋友 外国的政要 外国的政党 让他们还看到 中华民国的存在嘛 如果自己 我们的大使 可以在我们的国庆酒会下 把中华民国下架耶 那请问你 那你外交部干嘛去 跟美国国务院去交涉呢 那人家美国国务院 把你的国旗下架 不是刚好吗 你们大使都可以 把你的这个 中华民国下架 为什么美国不可以 不把你的这个国旗下架 台湾还要去搞 什么国际空间吗 不要浪费钱了 真的不要浪费钱 谢志伟已经完全不适任 他应该立刻被撤换 他之前在去年 不是也是搞这样子吗 我们台湾有一个高中 他们就是不了解 这个纳粹的历史背景 那当然受到了很多的责难 就谢志伟说呢 这个是国民党 什么纳粹的阴魂不散 他更可恶讲说 每次挥国 其实就像挥雪堤子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大使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必须去正视他 他并不像这些国发会 这些乱七八糟的提案一样 他是领中华民国政府的薪水 领我们纳税人的薪水 他是中华民国大使 谢志伟应该下台 不然太丢脸了 真的是丢台湾的脸 丢中华民国的脸 谢志伟领中华民国的薪水 然后呢 在中华民国的生日 说这是一个民主实体 这不用下台吗 然后我们的外交部 网页上面 网站上面 自己把自己的国旗给撤了 这个外交部长 你还有脸干下去吗 想到谢志伟这个人 我真的觉得 你真的是有够不要脸 你既然这么耻于 提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请你不要再领中华民国 助德代表的薪水 你做人要有格调一点 你竟然这么不屑中华民国 四个字 而且就像洪威姐刚刚讲的 你还用骗的 你在中文的部分有 然后你在德文的部分没有 你还好意思笑着 跟那个外国人在那边握手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无耻 你真的是 不管是把中华民国 还是你心心念念 想要成就的台湾共和国 你把我们整个台湾的人的脸 都丢光了 而且你用那样的德文表述 你是一巴掌打在所有 承认中华民国的台湾人的心里 那今天你还有脸 来领这些纳税人的钱 我觉得谢志伟讲了几句话 他说纳粹英魂还在台湾 然后掌握政党 掌握军警秦特 就可以正当性的杀人放火 今天你蔡政府 你就是掌握军警秦特 所以你每一天都在 很正当的杀人放火 他说爱国是无赖的最后借口 所以今天民进党 只要我是支持民进党 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因为都是因为我爱国的关系 月薪50万 然后每天弄这些 你知道他们这些外审人 在立营里面是很悲哀的 他表现动作比别人大 对不对 因为他一定要拿出他的投名状 这个就是投名状 投名状 所以你看那些 因为他是名嘴出身的 他的收视率不太好的节目 我也不提啦 但是你看他过去在 因为刚有话讲 他是很晚才接触民进党的 阿扁要寻求连任的时候 他陪阿扁做空军医药 到处去浮显 今天如果是国民党谁敢 对不对 空军医药 那是正如的飞机来载总统了 变成载名嘴去浮显 最后在美国就变丑闻了 是啊 那今天 你看到杨正如金门选出的立委 执行赖清德 赖清德假装说 哎呀因为德文我看不懂 那怎么会看不懂 一看就知道 比对一下 是啊比对一下 你不懂德文 你还是看得懂 他下面有什么中华民国 你可以猜得到他的意思 对啊 这Republic of China的德文版 然后National 这个国家 看得懂啊 任何人都看得懂 赖清德装算啊 他名字也够得 他居然不晓得德文 这个就是民主啊 是 民主政体啊 所以你今天看 他们这些人 就三不五十就弄一些小动作 譬如说我们中南美洲 有个国家 的代表 他中华民国 他国就故意不写 中华民 然后就贴上来了 真的吗 是啊 是啊 就中华民就少一个国啊 国不成国啊 就给你这样 他这样可以很爽吗 很爽啊 很多人看了就很高兴 所以像我们节目讨论一个多礼拜的 就是我要把你什么 罗马拼音的什么 那些很多动作 你最近看到了 最近最大的动作就这个 调整时期 调整时期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去联署啊 要把时期改理由 我们的时期 为什么会被讨论 这是中原标准时期 然后改成跟日本韩国同志 可是呢 后来又有人 另外又再提出来一个说 反对 因为有赞成才有人反对吧 他说台湾的时期 应该用目前的GMT 加8提前到GMT9 跟日韩相同 就是不要跟中国大陆相同 我们就不同时期啊 那他就象征 就是脱离中国的重属关系啊 隐姓其实就是台独 那台湾民众呢 好处在哪里呢 冬季下班才不会太黑 天黑请闭眼嘛 然后夏季也可以充分利用阳光 这理由好像言之成立 现在已经提出来一个对案了 对案就是要求不要动 要求这时期维持不变呢 内容表示台湾的GMT加8 时期已经实施38年 就是大家已经很习惯了 不宜因为任何政治因素改变成 9这个时期干扰民众的日常作息啊 但是我们看时代力量的习永明 他说民众要的不是一个只会 假倾听的政府 表示说政府你要接受 那游子祥教授 他认为说 真的要调时间 看看喔 我们台独政治控的这些作者 是不是能够想出个办法 让大陆的时间暂停 把时期把它调到时间暂停 游教授很幽默啊 所以你看这些人在搞什么 还有一个最大笑话是怎么样 他说中共的经济只要20分钟 就能飞跃台湾的海峡 现在时期改了以后 只要改了这个时期 他就要花一小时用20分钟 台湾到没有跨过一个时期 听得好不好笑啊 所以这些人都真的已经抓狂了 你知道这个搞台独的人 想方设法 让这些幽默的黑色笑话给我们听 对就是到底独派的心 你在想什么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长期的追踪 这个是一个新的险学 我们要了解独派 他内心世界 到底是如何的扭曲 因为太有趣了 现在又有一个更有趣的一个 现在国发会的那个联署平台 好像变成取代晚上八点打 已经变成大家晚上的娱乐时间 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提出一些新鲜的提案来 今天又有一个更新的提案出来 叫做全民皆兵 那因为不是说 赖清德被质询说 是不是以后 募兵制会改成征兵制 因为募不到兵嘛 你现在把军人 糟蹋成这个样子 募不到兵 然后呢 那募不到兵怎么办 网友说 没关系 全民皆兵 所以有新的提案 这个公共政策的提案 建议国防部要设置 收费靶场 然后呢 让民众自费打靶 这样可以增加国民的战力水准 跟国防参与度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以让人民体验涉及 才有真正参与国防的感觉 然后呢 可以提升人民备战的心理准备 国防部可以借此盈利 增加国军福利 还可以提高人民涉及的水准 让毒敌人多一层巨战的原因 然后呢 更有趣的是 还有网友说 这样子的话 不要只开放打靶 最好是合法的 开放拥有强支 相关法规严格 审议就好了 这个洪威 我觉得已经 其实现在这网友的乱七八糟 光怪陆离的提案 让我们在这个闷经济里面 可以大家随时随地笑一笑这样 这也许是他带来唯一的好处 聂俊荣跟谢志伟这些人 都非常会做官嘛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主子心里在想什么 主子心里想要去中国化 那我们就可以从 各式各样的小动作 因为大家也知道嘛 现在在两岸情势的消长之下 台湾要独立建国 是不可能的事